大选倒数43天 国民党指导黄龙 成功的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大楼里面 强力播送马总统竞选广告 平均算一算每三分钟一次 一天至少播300次以上 进出了民进党功 还有在大楼里上班的民众 想不看都不行 对着电梯直呼又来了 电梯来不是很正常吗 怎么民进党发言人康玉成 口气这么无奈 原来 这里是民进党中央党部所在的华山大楼 不过我们在电梯前面这个广告一幕 看到的却都是马总统的广告 蓝军广告长驱直路 濒临民进党中央党部 绿营党功除非闭上眼 或者启动视若无睹机制 否则两部一进一幕 有时候连播 有时候轮播 平均三分钟一次 以上半时间八小时来算 一天至少播300次以上 想不看到都难 那个要买广告 每天我都会看到啊 可是重点是他花那么多钱做广告 给我们党功看有用吗 话说的酸 但对手国民党可是暗送在心来 买广告竟然意外踩进绿军地盘 指导黄龙 劝不费功夫 我们不会去特别去刻意去避开 所谓的这些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大楼这样的地方 就是说只要是一个适当的 然后可以让很多人可以看到这个广告的地方 我们都全全由这个广告公司来决定 虽然敌军广告杀上门来 不过民进党目前没打算反制 反正民进党中央里的绿色铁卫军 早就练就一身百蓝不清的功夫 马总统的广告怎么播 都同样 周年新闻留在我李雨桥 特别报道